JCConf 2018 精彩議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險核心系統領導廠商 Auth 號召各路頂尖人才 攜手放眼亞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離 贊助為您播出 我們傳統的 Web App 它其實就是一個 Race for the API 的結構 那它後面訪問 DBT 訪問其他的界階 這個東西完全可以直接作為 Micro Service 的 Base Service 來用 Micro Service 之間其實一個比較重要的議題 就是 Service 跟 Service 之間的呼叫 以往我們在做外部接接系統的時候 我們跟外部接接的呼叫都是直接呼叫 API 跟著呼叫 IP 這點應該沒問題吧 Micro Service 之間的呼叫 當然也可以繼續用 IP 來呼叫 但是會遇到一個難題 就是當我們Micro Service 裡面的 Service 數量達到三十個 五十個時候 他們之間的呼叫一樣要靠 IP 如果靠 IP 的話代表說 你每一個專案裡面 至少都要去記錄其他五十個 IP 所在的位置 那再加上現在其實我們比較 從上 DevOps 這樣子一個開發的過程 我們盡量把部署 建置這個過程自動化 那自動化所帶來的結果就是 IP 不會是固定的 它理論上會是動態的 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可能把 IP 寫死在每一個專案裡面 這大概是我們一個 Micro Service 可能會有的連線 我們的最右邊 Service Layer 它顯示的是所有基礎 Service 它可以提供最基礎的功能 我可以講它最基礎的單位 大概就是你 Transition 所需要的單位 這點要注意 因為至少我們公司目前為止 還沒有辦法解決跨 Service 之間的 Transition 當然有理論可以解決 但是太繞路了 第一個太繞路了 第二個就是不符合效益 所以我們傾向於把 需要一個完整 Transition 的功能 集中在一個 Service 裡面 這是我們切 Micro Service 的一個概念 每一個 Base Service 之間 它如果要整合起來 例如說我一個寶丹的新契約功能 它可能要去做寶丹組檔 也要做客戶等 一些資料的變動什麼的 這些流程之間的串起來 我們透過一個 Compost Layer 它實際上也是一個 Service 它的結構甚至也是一個 Raceful API 只是它裡面去呼叫其他的 Base Service 那這邊就提到了 呼叫這些 Base Service 的時候 它該怎麼去處理這些 IP 的問題 所以 Spring Cloud 裡面有一個 Service Discovery 的功能 它是由 Netflix 寫的 Eureka 那也就是其實整個 Micro Service 在 Spring Cloud 之所以能夠騎起來 很大一個原因就是 Eureka 的功勞 Eureka 在做什麼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藍色的部分 最右邊的 Service 是我們的基礎 Service 它在啟動的時候 第一步先去跟 Eureka 這東西做註冊 再來 再來 左邊 Consumer 當我們消費者進來的時候 它需要去取得 Service 的功能之前 它先去問 Eureka Service 在哪裡 Eureka 會回給它一個 IP 這 IP 它就直接拿去打 Service 所以 所有 IP 的決定 都是靠 Eureka 去做管理的 這當然細部還有一些部分 這我們等等會再提到 大家可以知道說 Eureka 就是負責服務的註冊跟發現 所以說 當我們一個 Consumer 需要 Call 裡面的 Service 的時候 它唯一需要知道的就是 Eureka 的 IP 而已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Coding 了嗎 在 Coding 之前 實際上我們傳統在 Call 外部 API 的時候 如果你走 Spring MVC 的話 最常用的應該就是 Race for Template 或者是如果你是走其他的可能是 OK HTTP 之類的 HTTP Climb 來 Call 那你可能會需要寫一些 URL 寫它的 Request Body 之類的東西 那其實寫這個東西在 Microservices 裡面 會變得有一些繁瑣 所以 Spring Cloud 提供了另一個功能 叫做 Fan 這個 Fan 它是宣告式的一個 它是用宣告式的方法來呼叫那些 Race for API 我們先看一下它寫起來長什麼樣子 所以宣告式它其實就跟 Spring 的 Data JPA 很像 它們都只有 Interface 然後宣告這個 Class 是屬於 Fan Canine 但是這邊要多宣告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Class 它呼叫的 Service 名稱是什麼 這個 Service 名稱其實跟 Service 註冊到 URI 卡上面的名稱 是一模一樣的 OK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用服務功能的名稱 來去取代 IP 之前的呼叫 那接下來下面 Maser 的部分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如果有在寫 Spring MVC 的話 它就是 Controller 就是寫 Request Mapping 那這個 Mapping 就是 Mapping 到對方 Race for API 的每一個 URI 這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使用的時候就直接針對這個 Class 做 Autowire 那使用的話除了看不到原始 Mapping 以外 大概是跟現在的開發方式沒有差別的 我們來看一下 Fan 到底做什麼事情 這是我們剛剛在講說 我們一個 Compost Layer 要去 Call 一般 Service 的時候 它的大概的一個流程 那 Fan 裡面它實際上有一個 另一個 framework 叫做 Rebomb Rebomb 它也是 Netflix 底下的 其實 Rebomb 跟 UECA 還有一些其他分別 可是 Netflix 專門在處理 Micro Service 解決方案的時候 所設計出來的一套系統 那 Rebomb 它是一個 Client 端的 Low Balance 什麼意思呢 它會根據你的功能名稱 也就是你的 Service Name 去記錄這個 Service 它有多少 IP 可以 Call 那由它自己的一條規則去決定說 你這一次的呼叫 要走哪一條 IP 出去 OK 它在做這個 Low Balance 那預測狀況底下 它的 Low Balance 是輪流 Call 的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路在裡面 如果你需要客製化的話 你需要做一些其他的動作 那它整個過生命週期大概是這樣子的 當 Service 註冊上 UECA 之後 這些消費者會去開始跟 UECA 要 Server List 要有 Server 的名單 這大概是一段時間 通常預設我記得是 30 秒 那 稍後我會給你們我們 Demo 的 GitHub 那裡面的 Demo 我有把設定成 10 秒 那稍後你們也可以在 Demo 裡面看到說 當我一個服務 意外狀況斷線了之類的 那多久的時間它會反應到 我的 Consume 這邊來 那因為 Service 也是一個 Raceful 的 API 所以這個 API 就是給別人用了嗎 那其實這牽涉到另一點就是說 其實我們 Composted Service 也並不是只有一個 因為我們可能會根據它的功能面 去區分各種不同大科的 Service 那當我們做 Scale Up 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會針對 Loading 比較重的部分做 Scale Up 那這是 Microservice 的一個重點之一 那這裡它是 Spring 的另一個 Phone Work 叫做 Spring 的 Gateway 那它大概是配合 Netflix 這套方案做的 因為它裡面也內建了一套 Rebomb 所以它可以跟 Fan 用同樣的方式去 Call Service 那當然它也 Call 得到 Composted Layer 它的作用是當 URL 進來的時候它不去管 Host 它可以根據 URL 去決定它的流向 是要流到哪一個 Service 去 我們直接來看程式的部分 它程式大概長這樣子 你首先要決定它的 Path 是對應到哪一條 Path 上 那這個 Path 就會對應到下面的 URL 當然這就是區分外部跟內部的環境了 那它裡面還可以做一些網址的替換 例如說我把所有 Service 的網址 全部換成 Service Host 去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在 URL 部分有兩種通訊協定 一個是大家熟悉的 HTTP 另外一個是 LB 那 LB 這肯定沒有見過 因為這個是 Gateway 自己定義的 當它看到你的通訊前進是 LB 的時候 當它是 LB 的時候 實際上這條線畫得有點快 LB 的時候 Gateway 裡面還會判斷 如果它看到你是 LB 它會去跟 Reborn 拿 Service List 出來 它就根據你的 HOST 去對應到它的 IP 然後 IP 就直接 Call 出去 Service 那這個 Server List 當然是由 Yurika 來提供的 那走 HTTP 的時候呢 以 DAC 內部來說 走 HTTP 的時候 你這個 HOST 的 NAME 會直接丟給 DAC DMS 由 DAC DMS 回你這個 HOST 可以 Call 的 IP 那它會回多個給你 如果你有起多個的話 這取決於你註冊在 DAC 上面的 DAC NAME 那當取得多個 IP 的時候 其實這就要看它呼叫模式 就我自己測試出來的結果 是它呼叫的話 它會先取第一個 但是因為 DAC DMS 給的順序 不見得都是一樣的 所以大概偶偶會換一次 相較於 Reborn 它每一次都換一個 所以這大概是 Yurika 它在做的事情 你會發現就結論而言 它做的事情跟 DMS 幾乎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要講說 有於 Netflix 在發展 Microservice 的時候 跟 DAC 它的時間差這個關係 因為其實很多的 Service NAME 的解決方案 在後來像 DAC 像 Kubernetes 都開始推出他們自己的解決方案 而且可能因為他們提出了這些解決方案 所以變成說他們限制了 Service 跟 Service 之間的呼叫 有些是沒辦法互通的 尤其在 Kubernetes 裡面 在預設情況底下 POD 跟 POD 之間 它其實是有辦法互通的 最後我們來講另一個東西 這其實提到了當我們寫 Microservice 之後 由於 Service 的數量變得很龐大 30個 50個 那其實至少都有一些共通設定 例如說我們至少知道說 有餘卡的位置 至少有餘卡位置必須是固定的 OK 那這種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共通地方來放這個 Config 避免說我們到時候改一份就要改去另外50份 這樣可以節省我們一些開發上的負擔 那當然其實這還是見仁見智 尤其是針對 Kubernetes 這樣的一個環境的時候 Kubernetes 它預設自帶一個 Key Value 的資料結構 它可以完全取代掉 Config Server 的工作 OK 那 Config Server 它裡面放的其實是一個 Git 結構的資料夾 所以它有所謂的 Branch 這當然是由你自己去控制的 它在設定的時候首先要設定說 這次要提供的 Properties 它是屬於哪一條 Branch 的 那當然預設是 Master 就是 Git Hub 的 Master 那這些 Config 其實也是寫的 Properties 這個 Properties 它寫法就跟 Spring Boot 的 Properties 一模一樣 唯一的差別是在於說 今天你需要寫 如果要針對某幾個 Service 寫它自己主有的 Config 的話 你就可以用它的命名去命名你的 Properties OK 那假設今天你需要 Profile 那跟一般的 Spring Boot 的 Properties 一樣 後面寫 Dash 然後 Profile Name 就可以了 這大概是 Config Server 的部分 那我最後再來完整看一次 這大概是我之後會提供 Demo 它的整個架構 主要只有藍色的部分 灰色的部分是存舉例的而已 我們開了 8080 Pro 跟 8000 Pro 出來 8000 Pro 是指到 Yureka 的 Console 裡面去 等等我們可以看到 Console 裡面有一些 Service 註冊的資訊 那 8080 Pro 唯一就開給 Gateway 就是 API Router 那在由 API Router 去決定說 這個 Request 要打向哪一個 Service 這大概是我們整個 Micro Service 的架構 那一個 Request 進來呢 它的流程大概是這樣子的 那大家一樣先看到右邊的 Service 這張圖其實跟剛前面某一張一模一樣 那只是在多了 Config Server 的取得而已 你會看到當我的 Gateway 跟 Service 起來的時候 它第一步驟先去跟 Config Server 要 Config 下來 這 Config 裡面就會包含了 Yureka 的 IP OK 那這邊的 Yureka 設定 其實我們是設定成 Docker 的 Service Name 所以說當這個 Gateway 要去打 Yureka 的時候 它首先會把它的 Request 達到 DNS 它的網址大概會像是 Yureka 斜線 Console 這樣子的感覺 那再由 DNS 回它 Yureka 的 IP 在哪裡 然後它才真正去打 Yureka 然後再由 Yureka 去回它 Service 的 IP 整個 Request 的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這其實大概是 我覺得 Micro Service 裡面最需要去理解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的 Request 的流向 到底是由誰去解決 IP Recognize 的這個問題 這邊在講說假設我今天是直接打到 DNS 的話 就再把剛剛那件事情再講一次 當我今天走是 HTTP 然後我走 APP 這個 APP 會直接跟 DNS 那其實大家如果有玩過 Docker 然後有大概去裡面玩過 NS Lugar 這可能機率比較小 可能沒有那麼多人那麼有閒去玩這個 你會看到 Docker 的 DNS 它的 IP 大概固定是 127.0.11 那會由這個 Service 再去回你說 這個 APP 這個 HUST 它對應到 IP 是哪些 它會直接回你一串 那會由 Gateway 自己在決定說要打誰 那就叫剛剛講的 它其實預設會選第一個來打 但是這個 List 大概每隔一段時間 可能十幾二十秒 它會變動一次 那它會直接 call 到裡面的 container 那這邊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是指在 Dark Compose 啟動的情況底下 如果你們有在用 Dark Swamp 的話 你會發現 Dark Swamp 它把同一類型的 container 它包起來用一個 Dark Service 那個 Dark Service 也有自己的 IP 所以當你的 APP 去 call DNS 的時候 它回的是 Dark DNS IP 只有一個 當打到 Dark Service 的 IP 的時候 Dark Service 再去決定說下面要 call 哪一個 container 這算另外的 如果你有在用 Dark Swamp 的話 這點需要注意 那再來就是 猶豫卡 你會發現它只是單純取代掉 DNS 的位置 所以這就要去取決於說 到底什麼情況下你們要用 Yurika 什麼情況下你們要直接用 Dark Card 的 DNS 當然我們公司目前也是算分兩派 一派就是維持原樣 因為我們從整套的 Spring Cloud 發展到現在 其實我們對 Yurika 的應用已經算蠻熟人了 那在另一派就是說 因為 Yurika 等於說 有點像是多了一個 request 每一個 request 你就要多一個 request 去問 Yurika 他們覺得這個會比較繁瑣一點點 那如果說沒有狀態操作的問題的話 我們應該直接使用 Dark Card 的 DNS 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點大家可以自己去做思考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 Demo Demo 幾個我剛剛講的案例的情況 這個 Demo 我有放在 GitHub 上面 那如果會後大家有拿到這個簡報的話 應該可以直接連到 GitHub 下面有手段的網址 這個專案 缺告下來 可以直接於根目錄啊 換一個東西來啟動 不然字幕太小了 大家缺告下來大概會長這樣子 裡面有很多個專案 它每一個專案其實都是一個 Spring Boot 的 App OK 這大概給大家看一下這條夾結構而已 那啟動的方式就是去下 Dark Compose 的 App 我先 CD 過去 就一隻手有點麻煩 下 Dark Compose 的 App 你的東西就會起來 大概像這樣子 這是因為我在根目錄的地方 有訂一個 Dark Compose 點壓 裡面你會看到 它有針對各個 Service 的配置的設定 那其中包含 Gateway 要 Open 8080 Pro 那以及由於卡的 Console 要 Open 8000 Pro 之外 它啟動的話 其實我個人會建議你們再下 DASH D 這個參數 它可以讓它能夠在背景運行 剛剛我運行之後它就開始跑 Log 其實在 Micro Service 裡面 它顯示的是所有 Service 的 Log 所以其實可讀性非常的差 另外就是假設你今天要針對某個 Service 做 Scale Scale Up 的話 它有一個參數叫 DASH DASH Scale 那後面打你要 Scale Up 的 Service Name 然後再打等於你要的數量 它就會自動把這個 Service 起到那個數量 它啟動要一點時間 啟動中我們可以直接進 Dark Status 裡面進去看它每個 Service 的情況 你會看到它其實有些 Component 起來之後就死掉了 這是因為我們有設定一件事情 就是在 Config Server 起起來之前 其他 Service 是抓不到 Config 對不對 抓不到 Config 的時候要自己把自己 Shutdown 掉 那它把自己 Shutdown 掉這沒關係 因為 Dark 會負責再把它重啟起來 會啟動到直到它抓到 Config Server 為止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大概第二排 這邊就是我們的 Service Name 你會看到 Config 這就是 Config Server 那其他的 Service 大概就是會一直死掉 這可能還不夠大 這可能還不夠大 這要把字縮小一點 好 沒關係 看不清楚上面字沒關係 大概就是講一下 我們目前起了六個 六個 AP 起來 這六個 AP 裡面包含了一個 Config Server 一個 Eureka 以及一個 Gateway 一個 Fan Composite Service 另外兩個是我們自己寫的 Service 那大家其實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當我們寫了 Micro Service 之後 如果你沒有這樣子配套的 DevOps 方案的話 你要去起這一些每一個 Service 是非常好工的 所以大概要走 Micro Service 這條路的時候 通常以現在而言 都要先從 Dark 開始學起 否則會很難把這些 Service 一個步驟的起起來 我們可能還是要看一下它是不是有起成功 假設今天我們需要去看某一個 Container 裡面的 Log 的話 最左邊這邊這是它的 Container 的名稱 我們可能看一下 因為現在都是 0% 那我們可能看一下 Eureka 是不是有正常起起來 Dark Logs 就是專門看它 Component 裡面的 Log 那可以加參數 Dash F 那這跟 Linux 的 Dash F 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 Follow 它就一直跟著 那目前看起來 結果它好像已經起起來了 好 起起來之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打 8000 Polk 進去 好 把畫面拉大一下 這就是 Eureka 的介面 它顯示一些基本資訊 上面這邊大概看一次之後我就不會再看了 其實我看的都是下面這一個介面的部分 它會顯示說目前註冊到 Eureka 上面的有哪一些 Service 以及它們各自起了幾個 Instance 出來 好 你會看到我們比較熟悉的是 Service 跟 Fan Fan 就是剛剛 Compost 系列 我只是把它用的 Framework 名稱當作它的 AppName 而已 OK 那另外你會看到一個 Admin Admin 是它專門用來監控 Microservice 每一個 Service 的 Framework 那為了這個 Admin 我有開它的 Console 出來 那我開在 30000 Polk 上面 那這個 30000 Polk 上面你就會看到說 我目前有這些 Service 正在啟動 這邊要大概提醒一點就是 因為 Admin 我沒有放在那個簡報裡面 所以如果想用 Admin 的話 這一件事情你們要注意 就是說如果它有註冊到 Eureka 上面 如果有註冊到 Eureka 上面的 Service 以例子來說就是這三個 以這三個 Service 而言 他們不需要做另外的設定 就可以直接顯示在 Admin 裡面 但是除此之外的 他們必須要做一個設定 他們必須在他們的 POM 檔裡面 加一個 Dependency 叫做 Admin 的 Client 然後要寫一個設定檔指向 Admin 這個 Service 的 IP 其實在我們 Dark 裡面 你可以直接指它的 Host Name 也就是 Admin 在這個裡面你會看到 我們 Service 寫了兩個 Instance 再點進去你會看到它的一些狀態 這個狀態才是 Eureka 它真正有價值的地方 也就是為什麼會有 DMS 派跟 Eureka 派這兩個派系的原因之一 這個 Status 是只有 Eureka 透過 Eureka 來傳送 Server List 的時候才會有的狀態 剛剛我們有一張投影片剛好有顯示這件事情 我們把它拉回來 這一張投影片 你會看到 Eureka 下面我給了一個列表 下面是 其實它是 IP 啦 但這邊用 Component 的 Name 來顯示給各位看 它只是一個 Hash Code 這 Hash Code 其實會到 DMS 裡面取到一個對應的 IP 一對一的 然後中間那一段就是它的 Service Name 最右邊那一段它開出來的 Port 那在最右邊它有一個狀態 基本上是兩種 一個是 Up 一個是 Down 那在 Eureka 那邊設定好像還有 Not Support 之類的 那 Eureka 在回 Consumer Service List 的時候 它只會回 Up 的 它只會回 Up 的 這件事情怎麼看 我們可以直接用 Demo 來看 其實我可能要改一下 Toean 的模式 不然我都看不到我在打什麼 我們整個專案其實最重要就是把我們 Service 的功能提供出去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目前 Service 提供的哪一些功能 它剛好是最下面這個專案 我等等會把程式碼部分放大 好 Control 的部分 我大概提供兩個功能 一個是查目前這個 Server 的 IP 這個 Service 的 IP 它會回應自己的 Localhost 另外一個是改變它的 Server 狀態 我們先來直接看一下 Eco IP 這個功能 Eco IP 這個功能會透過 Sample 這個根目錄傳出去 剛剛有講 其實我們在 Call Service 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直接 Call 到 Service 因為我們通常不會把它公開出來 我們會公開的是 我們會公開的通常是 Gateway 的部分 Router 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Router 要如何直接 Call 到 Service 那剛剛的話大概在 Gateway 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 要直接 Call 到 Service 就是把 IP 打 Service 就可以了 OK 所以什麼意思呢 我們 IP 打改會長這個樣子 因為我目前整個 Service 是起在自己 Localhost 的 那剛剛講的我開了 8080 Port 出來 那這是 Gateway 開出來的 Port 所以要讓 Gateway 再打到 Service 我們的網址就要長這樣 好 那要打後面的功能呢 後面的功能它是怎麼導的 你會看到 這邊這個 Filters 它做了一件事情 它去 rewrite 它的 Pace 所以這個 Pace 會被重新複寫 那它複寫的格式是什麼 把 Service 拔掉 只留後面而已 這只是單純的一個正規表示法 那這邊的做法其實只是說 把這垮湖裡面的變數名稱叫做 Segment 而已 這不是什麼很複雜的東西 OK 所以我們要打到剛剛的 Sample 的 ECHO IP 那我們就是打 Sample 的 ECHO IP 然後就把這段拿去貼上 OK 你會看到目前是 這台回我 E3 A B 你會看到在 Yurika 這邊 E3 A B 這一台機器就是 Service OK 那剛剛講了 因為 Gateway 它是透過 Reborn 來打的 Reborn 它是一個 Load Balance 它裡面會寄兩台 Server 的 IP 你會看到當它連續打的時候 它是交換打的 它是交換打的 這是它裡面預設的模式 OK 那當今天我想要把一台 Server 下下來 那剛剛我講 我有提供另外一個 API 是 Change Status 它會把這個 Service 的狀態 從 Up 變成我指定的狀態 OK OK 我們一樣把網址貼在這邊好了 OK Change Status 好 那至於說我會關到哪一台的時候 真的我不知道 因為負責去 Call 是 Reborn 那它是輪流決定說要 Call 哪一台 Service 的 所以當我 Call 下去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是 8 啦 因為現在應該輪到 8 了 我 8 號這台被改成 Down 了 好 我們回去看 Yurika Yurika 這邊你要自己手中按 F5 那它其實會立刻知道說 這一台已經 Down 下來了 只是說 當其他 Service 要跟 Yurika 拿 Server List 這中間其實是有一段時間差的 它並不是隨時隨地都在拿 Server List 它是大概隔 30 秒左右 那目前我的設定是把它改成 10 秒 所以 其實從這邊立刻就會看到說 我的 Service 立刻就少了一台 有沒有 剛剛原本這邊是兩台 現在少了一台 我甚至看不到 Down 的那一台 這邊是要注意喔 OK 所以說當如果我繼續 Call 剛剛的 Echo IP 的話 我理應是 Call 不到那台已經 Down 下來的機器 你會看到 不管幾次重新整理 它都是 Call 到同一台 8號那台不見了 好 這邊我再補充另一件事情 剛剛有講說 這是走 Low Balance 的路線 它是走 Yurika 的 Server List 的路線 如果是走 Dark DNS Dark DNS 就沒有 Yurika 的 Status 這件事情存在 所以它並不知道 8 這台的服務是當下來的 好 這怎麼證明呢 我們在 Gateway 這邊其實有開另一套 API 它跟上面是呼應的 這邊是 Service 直接 Call 到 Service 走 Low Balance 下面有一條是 Service Call Service 走 HTTP OK 這個就是直接走 Dark DNS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條 這一條其實就是在前面再加 Direct 好 那它的 Relive Path 就是把 Direct Service 拔掉 留下後面剩下的路徑而已 跟前面那個其實一模一樣的操作 我們把它貼上來 做個加工 好 這一條路徑 好 就是走 Dark DNS 那理論上這一條應該要我們 帶我們打到 8 號那一台去 好 剛好運氣好 直接打到 8 號 為什麼說運氣好 因為剛講了 Dark DNS 更新 List 的順序 那個時間並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所以你會看到它一段時間內 大概都只會打同一台 OK 那可能隔一段時間之後 它才會變臨時那一台 但至少這樣我們很快證明了 Dark DNS 跟 Eureka 的 Status 是不同關係的 它不會去看說 Service 的狀態 到底是 Down 還是 Up 好 這時候要提這件事情 是因為這個狀態 這個 Down 跟 Up 狀態 是可以由 Service 自己去決定的 它可以自己決定說 什麼時候要塗 Up 回去給 Eureka 什麼時候塗 Down 回去給 Eureka 那目前預設狀態底下 我們可以從這個畫面中 底下看到一些事情 把它縮小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比較全面的東西 這個 Health Instance Up 是由下面這些小部件所組成的 它裡面目前預設 預設包含了硬碟的大小 以及跟 Eureka 之間的連線狀態 裡面任何一個不是 Up 它就會回傳蛋回去 OK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客製化 你自己的這個 Health 那客製化自己這個 Health 的話 要做一件事情 你必須寫一個 Spring 的 Beam 然後去繼承 Aperture 的 Health Indicate Indicate 的這一個東西 然後裡面去回傳說 不是回傳 是用它的 Builder 去處理目前的健康狀態 這裡就是為什麼我剛剛可以寫一支 API 去控制我這台 Server 到底是要 Down 還是 Up OK 所以等於說你可以在 Long Time 的時間去控管 它是否要起來 可能在我們部署的時候 因為我們可能在測試環境底下 我們會有很多個不同的部門進來做測試 那其實最常遇到的是 當我們要部署之前 有些 Service 還在跑 那這些跑一跑 如果中途斷掉 那它可能資料就回損掉 但是 我們通常這種時候會去通知 User 說 我們大概接下來半個小時過版 你們這半小時不要做事情 但是你也知道 User 不會這麼聽話 他一定會偷偷跑進來做事情 OK 所以現在我們就做這一套 在我們要過版之前半小時 就把 Service 當下來 他就什麼事都做不了 但是這 Service 當下來並不代表整個 Service 消檔掉 Service 本身還在 所以他可以把剩下他自己的工作處理完 那我們確定這些動作都結束之後 再把我們 Service 消檔掉 OK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這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各位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剛才說 每一個 API 進來之後 其實那個 等於是 router gateway 那個位置的話 它好像每一次都會去訪問一次 Eureka 那有考慮說是把它 例如說做成 Sync 的方式 就是說它一段時間去統佈 Eureka 資料就好嗎 還是說做成 catch 之類的 會適合嗎 我想了解一下這樣 OK 那這應該是我剛剛沒有講很清楚的部分 Eureka 跟 Reborn 的 Client 在互相做呼叫的時候 實際上它的方式就是用每一段時間 Sync 的方式 所以並不是每一次的 Request 都會變成兩倍 那它 Sync 的時間 大概就我講的 大概是預設時間 30 秒 那你可以往下調成 10 秒之類的 那當然 調高也是可以 調高的話 Service Loading 就比較輕一點點 調低的話 Service Loading 會變重 但是調高的話你就要思考到 這樣你的 Service 真的死掉了 其他 Service 大概要 就等那個時間才會知道 OK 你說 Eureka 偵測 Service 有延遲時間 那如果那個剛好掛掉 那你 Request Service 剛好掛掉 那你會做一些重新 Request 之類的操作嗎 Reborn 裡面有一條設定是當它呼叫一個 Request 發生錯誤 不是 200 的回應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從事另一台 Service 但這取決於 Eureka 自己 Service List 裡面有沒有針對這個 Service 記錄兩條以上的 IP 如果沒有的話就會直接回彈 500 回來 OK 那如果說這個設定是沒有做的話 那它摳到死掉那台 Service 就是真的會回 500 回來 這點真的是需要注意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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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還想說